大家好 小丽今天与各位分享 半途而废 英语 法语 怎么说 半途而废 比于做事不能坚持到底 有始无终 出自于两千多年前西汉时的礼记中庸 原文为 君子尊道而行 半途而废 五福能以矣 敬一词有 有始无终 功亏一贵 反一词有 善事善终 此之以恒 英语中 半途而废 最常见的表达方式为 Do things by halves 意思就是 一半一半的做事 举例 I don't realize you were decorating the whole house Oh, we don't do things by halves around here 我没有注意到 你把整个房子都装修了 是啊 毕竟开始 就全做好嘛 在法语中 半途而废 有真正与中文对应的说法 Sarret d'amiche吗 也就是 在路走到中间一半 停止 举例 We ne devait pas arré de votre travail 你们的工作 不能做到一半 就放弃了 或者说 Faire les choses à moitié 事情只做一半 举例 On ne doit jamais faire les choses à moitié 我们做什么 都不能半途而废 但要注意的是 否定 否定 ne pas faire les choses à moitié 则是另外一个成语 意思则强调 不仅完成了任务 而且做得非常的好 今天就和各位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集再见 我们下集再见 我们下集再见